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来便被认定违约 第一期的借款 短时间内却付出了两倍的款项 本时借贷关系 却另外签订了危险的合同 这家公司完全可以把借款的汽车给处理掉 他其实只需要说签一份借贷合同就可以了 被撕毁的合同中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不可能因为害怕他们这种一种事 被逼无奈而交付款项 撕碎的合同 将满满一档案代理的碎纸片倒出来后 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相乘分局 曹湖派出所的几位民警 开始了对这些碎纸片的拼接工作 能否将这些被撕碎的纸张恢复原样 民警也有些担心 当时因为它比较小 而且纸张也差不多 字体也差不多 纸片很多也很碎 要将它们拼接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 但经过耐心的拼接后 纸张渐渐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警方为什么要安排专人将这些碎纸片拼接起来 这些被撕碎的纸张里面藏着什么秘密呢 这跟曹湖派出所当时正在办理的一起案件有关 这些碎纸片正是案件的一个突破口 也决定这起案件的性质和走向 那么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案件呢 第一个向警方报案的 是家住苏州市相乘区曹湖街道一个小区的居民张先生 张先生称 他早上准备开车出门的时候 发现停在楼下的汽车不见了 起初张先生以为车子被盗了 但他很快意识到 这可能跟另一件事有关 因为在丢车的前一天晚上 他的手机就收到了一条短信 说我违约啊车子什么出了事啊 什么违约啊 丢车的前两天 张先生曾驾车离开过苏州 回来后他就收到了这条短信 张先生怀疑车子被发信息的人开走了 就给对方打了电话 他说车子是被他们拖走了 而且还让我准备一万块钱的那个拖车会 还说违约了要让我付那个叫什么 违约一斤七千多块钱 车子的确是被对方开走了 但张先生要支付四万多元钱 才能将车子赎回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又要从事发三个月前 张先生在一家小额贷款公司 贷了一笔款说起 因为那个家里面家人 那个身体不怎么好 只需要用钱 然后问那个亲戚朋友也借不到 张先生是无意间在网上看到的 那家贷款公司的广告 联系上贷款公司后 经过简单的评估 张先生以自己的一辆长安轿车做抵押 对方同意借给他两万五千元钱 月利息是一分 还款期限是一年 他每个月要还本金加利息 两千三百三十三元 他贷两万五的话 月息一分钱的话 也就一个月还款两百五十块钱 那确实是很低 虽然利息不高 但对方却有一项要求 就是车辆离开苏州要宝贝 不然就算违约 拿到了贷款之后 张先生曾驾车离开过苏州两次 提前都给贷款公司打了招呼 他也按时还了三七本息 张先生说 这一次因为家人生病 他着急回了趟连云港老家 所以就没有来得及给公司宝贝 因为贷款公司不仅给车辆安装了GPS 还拿走了一把备用钥匙 这样贷款公司不仅清楚车辆的位置 还随时可以把车子开走 这一次贷款公司就是发现 张先生离开苏州没有报备 而将车子开走的 他们告诉张先生 因为张先生违约 要立即返还贷款本金 还有违约金和拖车费等费用 共计四万两千五百元 才能将车辆赎回 违约金是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就是七千五百元 然后拖车费是一万元 然后要求张先生支付 一共四万两千五百元左右 车上面有两个人 长得蛮凶的 也蛮凶的 身上都有纹纱什么的 然后我一上车就开始对我威逼 说我违约 说车子不还给我什么的 说车子要被他们处理什么的 如果不支付这笔钱 张先生就拿不到自己的车子 公司会将他的车子变卖 来抵偿贷款 张先生说 他那辆车是花了十几万元购买的 只开了两三年 如果按二手车变卖 价钱远高于对方所要的这笔钱 最终张先生交了三万零四百元钱 将自己的车子赎回 他和贷款公司的借款合同 也算结束了 但张先生总觉得自己被套路了 便想到了报警 那么当张先生计算下来 这笔费用远超出他 最初的贷款所得的时候 他觉得可能自己被骗了 或者怎么样 接到张先生的报警后 曹湖派出所民警 帮他算了一笔账 张先生当初在那家公司贷款 两万五千元 实际上他拿到手里的钱 并没有那么多 但是石道总是一万七千九百二十 他贷款他是十一月份贷的款 到二月份被拖了车 这里面还款还了三期 每期还款是两千三百三十三元 扣除首月的本金和利息 GPS安装费 管理费 服务费等各项费用 共计七千余元 张先生从这家贷款公司 实际只拿到了不到1.8万元 张先生被认定违约之前 他已经还了三个月的本期 每月两千三百三十三元 共计近七千元 而他被认定违约之后 又支付了本金违约金和拖车费 共计三万零四百元 加上已经支付的三个月的本期 张先生供给贷款公司 支付了将近三万七千四百元 他足足多付了1.9万元 时间三个多月 张先生从贷款公司 拿到了只有不到一万八千元 但是三个月的时间 就支付了两倍的款项 警方认为这是有问题的 但警方也一时难以 给这件事下定论 毕竟张先生是因为违约 而按约定支付了钱款 但半个月后 警方又接到一起 类似的报案 第二个报案的周先生 也是在网上看到了一家贷款公司的广告 他联系上贷款公司后 在贷款公司借了四万元钱 月息一分 十八个月还完 每月还款两千六百多元 周先生用自己的一辆轿车做了抵押 然而四个月后 周先生不小心也违约了 完了四个月之后 就是有一天 就是想就是去那个长州有点事情 然后想的就是当天就是 白天去了 就是晚上就要回来的嘛 就没去跟他报备 我想的就是 因为每个月我都在旅行款款嘛 周先生回到苏州后 当天晚上就接到了一条短信 周先生本以为对方只是吓唬他一下 但第二天一早 他发现自己的车子真的没有了 联系了贷款公司后 对方告诉他违约 要想拿回车子得交一笔钱 就是有30%的违约金 就是本金的四万块钱的 本金的违约金是一万二 然后脱车费是一万 然后连本金总共加起来是六万二 本金违约金和拖车费 一共六点二万元 周先生同样被告知 如果不交这笔钱 贷款公司就会把他的车子过户 经过反复商讨 周先生给对方支付了五点五万元钱 这件事情才算了结 周先生也有种被敲诈的感觉 他在这家公司贷款四万元 除去各种费用 他实际上只拿到手三万元多一点 但因为这次违约 他支出了五点五万元 加上之前还的四个月本息 共支付了六点五万元钱 但事到所说三万块钱 相当于他多支付了三万五千块钱 此后警方又接到了 几起同样的保安 这些人都是在贷款公司 借款后 在没有报备的情况下 将车辆开出了苏州 回来后就被认定违约 被对方悄悄将车辆开走 此后索要一笔违约金和拖车费 然后我们通过深度研判 怀疑这是一个实施套路带的一个犯罪集团 警方认为 这家贷款公司的行为 已经涉嫌套路带犯罪 那么他们实施犯罪的套路是什么呢 他们和被害人签订的借贷合同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 但遗憾的是 虽然所有报案人都说 他们和贷款公司签订了四五份合同或者协议 但他们却都拿不出这些合同 就是当时他也不让我们看呀 只是跟我们另一边呀 而且读得很快 有的听都没听清楚 我后来签完了 我还特意问他要了 他说这个他们公司有规定 说这个客户不允许拿合同的 当时签合同的时候 他我签完了以后 他根本就没给我 就全都在他公司里面保存着 然后等我把这个钱全部还给他以后 他就是全部失税了 贷款人都讲是签了很多 而且签了很多份合同 但是没有一个人是拿到合同的 这里面我们就分析 这个贷款公司肯定有问题 签了合同却不给借款人看 也不给借款人 这更增加了警方对这家公司的怀疑 警方决定先围绕这家公司展开侦查 根据被害人的描述 警方调查后发现 向这几个报案人放贷的 都是同一家名叫金币金融的贷款公司 公司的办公地址 是在苏州市乌中区的一栋商业楼盘里 老板李鹏某带来兄弟李双某 家骨干孙某跟李双某 重点是他们几个 公司的老板李鹏某 1989年出生安徽省立新县人 他的弟弟李双某也是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此外还有两个业务骨干和四五个业务员 我们对李鹏某名家的财富通支付宝和银行卡进行梳理 发现有180多个账号向其打款 这180多个账号我们认为就是向他借款的人 签订了多个合同 他们却都没有拿到 他们公司有规定 说这个客户不允许拿合同的 然后等我把这个钱全部返给他以后 他就是全部撕水 合同被撕毁 他悄悄留下碎纸片 本来想扔掉的 我说你不要扔我 交他给我 这家公司 我刚刚就是一账合同 180多人借款 却有160多人违约 违约率接近90% 我最好今天借款的时候 明天你就违约 假借民间这代之名 而行诈骗或者是超大勒索 这种非法占有他人财务的支持 撕碎的合同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这180多个账号所对应的 应该就是向金币公司借款 与他们有资金往来的借款人 在对李鹏某与这180多个账号的 资金往来记录 进行详细分析的同时 警方也对借款人 展开了广泛的走访取证工作 也就是在这期间 警方有了收获 在走访中 民警见到了一位姓唐的先生 唐先生以自己的一辆 比亚迪SUV轿车作为抵押 在金币公司借款2万元 两个月后的一天 因为唐先生的女朋友 临时有事要去外地 唐先生便开车 送他去上海的机场 那次因为是谁 太急了 我也不知道 上海也是这几十公里 唐先生说 他之前去过两次上海 都给公司做了宝贝 但这次因为走得急 而且距离近 他本想着把女友送到机场后 很快就返回苏州 所以就没有给金币公司宝贝 但他没想到 在去往机场的半路上 女朋友突然发病了 他就突然肚子痛 就是让急性一件 然后来到医院才知道的 当时你不知道 这样是人那样 真的很严重 唐先生就近将女朋友 送到了一家医院 等女朋友从抢救室出来 病情稍微稳定下来后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 这个时候 他收到金币公司发来的短信 说他违孕 已经把他的车子开走了 让他回苏州拿钱输车 因为到了医院后 就开始忙女朋友急救和住院的事 女朋友的所有随身物品 都在车里放着 还没有来得及拿出来 唐先生希望对方 能先把这些东西给他 但是被拒绝了 十多天后 唐先生的女朋友出院 他回到苏州后 找到金币公司 对方要他返还本金 并支付违约金和拖车费 共计三万六千元 无奈 唐先生找自己公司老板 借了笔钱交给金币公司 才把自己的车子赎回来 交易完成后 金币公司的员工 当面把他们的所有合同和收据 全部撕毁了 唐先生说 他跟那个工作人员说了很多好话 对方才没有把碎纸片收走销毁 此后 他把这些碎纸片全部收起来 装进了档案袋里 侦察员从唐先生那里 获得了这些重要的证据后 立即对这些碎纸片进行拼接复原 这就是节目开头描述的情节 合同拼凑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就发现了 这家公司不单单只是一张合同 里面涉及到多份合同 碎纸片被拼成了十多张S纸 最终还原出来的是六七份材料 从材料中可以看出 金币公司与借款人签订的 不仅有机动车辆流动抵押借款合同 借款方违约条款确认书 借款人须之于免责声明 竟然还同时签订了汽车质押合同 车辆买卖协议 你签了买卖协议之后 就不可能再签质押合同 或者抵押合同 这三则是三种完全不同的物权 不可能同时存在 办案机关认为 抵押合同 质押合同和买卖协议 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 两方当神同时签订这三种合同 是相互矛盾的 而且借款人一旦签订了这些合同 就处于非常被动的地步 当时把车子交给这家公司之后 这家公司可以随意处理 就是通过抵押合同 质押合同 在买卖协议 就是说这家公司完全可以把 借款人的汽车给处理掉 给并根掉 因为一个正常的 像这个民间借贷的话 他其实只需要说签一份 借贷合同就可以了 也最多签一个质押合同 或者说抵押合同 至于这个买卖合同 我认为在这个正常的民间借贷当中 是根本就不需要的 本来是借贷关系 却同时签了车辆买卖协议 贷款公司随时可以拿着这个协议 把车子变卖了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 有一些借款人就是因为不同意 或者没有能力向金币公司支付违约费用 最后他们的车辆被金币公司变卖抵债了 除了三个不同性质的合同同时存在 合同中关于违约内容的约定 有没有问题呢 在借款方违约条款确认书中 第一条说GPS断电属于借款方违约 GPS信号不好 借款方由义务到我公司进行维修 借款方在借款期间 每月必须来我公司检测GPS是否正常运作 如果不配合属于借款方违约 而第二条规定说 借款方车辆离开苏州大市范围 需提前书面通知抵押全人 得到出借方书面同意 否则为借款方违约 然后的话违约金也是上面写清楚的是30% 就是明显高于一个正常的贷款公司的 警方侦察员认为 这些条款从字面上看似合理 但实际操作中却非常苛刻 很多借款人因为临时出一趟苏州 或者沿途经过了没有报备的其他接壤城市 就会被认定为违约 你像我报备的 比如说是去上海 但实际上去了浙江 他也认定了违约 因为我们苏州大市边境有很多地方是接壤的 它有些路线是不能规避掉相关的城市的 按照违约条款的约定 借款人违约后 除了要返还全部的贷款金额 并支付30%的违约金 还要支付拖车费 室内及室内周边收费1万元 省外收费1万5千元 办案民警说 这个费用也是不合理的 他这个东西不准再拖车 为什么 就是说他们放款公司有贷款人的汽车钥匙 他们不需要强行去拖 他们只需要去给人把车开过来 那这个费用是非常非常小的 警方认为金币公司低吸诱货 低门槛放贷 与借款人签订不合理的合同 然后以苛刻的条件认定借款人违约 将借款人的车辆开走后 再索取高额的违约金和拖车费等费用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没有采取殴打 辱骂等暴力手段 但是他们以变卖借款人的车辆相威胁 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恐吓和要挟 你金融公司以此作为借口 就是变相的敲诈勒索威胁他们 你这个如果不如期支付这个违约金啊 拖车费啊 那金融公司它所谓的 它是有权利来变卖你的车辆的 实际上大多数被害人正是担心自己的车辆被变卖 而不得不向金币公司支付远高于借款本金的违约费用 警方经过对与公司负责人李鹏某 有资金往来的180多个借款人的梳理调查 最终查识了95名被害人 涉案总金额达227万元 2018年12月6日 嫌疑人之一的李双某在安徽省复阳市首先被抓获 此后李双某的哥哥 也就是公司负责人李鹏某 以及另一个嫌疑人李某国向警方投案自首 2019年1月17日 嫌疑人孙某等人被警方抓获 他们因涉嫌敲诈勒索罪 被苏州市向城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记者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 采访了看守所里的几名嫌疑人 当时你们做的时候怎么想着 通过什么办法来赚钱来盈利的 当时初点是通过利息跟违约 违约 后来做者做者 发现原来违约率那么高 就是后来对违约 当时你们签合同的时候 还不光签了一个借贷合同 还有什么抵押合同 还有质押合同 还有他的车辆的买卖协议 这当时出于什么目的 就是出于你一旦违约了 就是转业 你已经签那么合同了 你也好 也随后期好退吧 那你知道违约 违约后的就是出回 情况 嫌疑人李鹏某说 他们把签好的合同留在自己手里 借款人还完借款或者违约金后 他们会销毁合同 目的就是让借款人将来报警 或者起诉时没有证据 如果说对方不同意呢 或者对方说没钱或者什么呢 那车子就先放在我们 现在就不给他 这中间你们有多少辆车子 没有还给对方 被你们给处理了 或者说一直在你们扣押着 五六辆吧 五六辆 案件到了检查机关后 检察官李玲玲发现 金币公司获利的方式 跟民间借贷是有本质区别的 正常的民间借贷 他肯定是以赚取利息为目的的 那么他想你最好不要违约 因为违约了就会有一堆 后面的讨债等各种行为 其诉讼等这些行为 就会很麻烦 检查机关认为 从一系列事实和证据可以看出 金币公司的目的 不是为了赚取利息 而是违约金和拖车费等费用 他是为了短期当中 我最好今天借款了之后 明天你就违约 然后这么短期当中 我就能攫取到 大于我贷款本金一倍 甚至更多的这样一个利润 检查管李玲玲介绍说 金币公司在发放了贷款后 会安排公司员工紧盯着GPS软件 一旦借款人的车辆 出了苏州的一点点边界 就立即认定他违约 然后使用备用钥匙 将借款人的车辆悄悄开走 进而向借款人索取违约金 这一点从借款人被认定违约的数量和违约率 也可以得到印证 司法机关聘请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公司的资金往来记录进行了审计 根据审计结果推算出 金币公司借款人违约率接近90%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 敲诈勒索罪 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对被害人实施恐吓 威胁或要挟的方法 非法占有被害人公司财务的行为 检查机关指控认为 几名嫌疑人的行为表面上是民间借贷 实际上已经涉嫌敲诈勒索犯罪 但是这个案件当中 其实最大的抓手是什么 最大的威胁就是说 他已经秘密地把被害人的车给拖走了 他也已经签订好了买卖合同 他随时可以将这辆车进行转卖 我们认为这种威胁 这种心理强制 对被害人造成的心理强制 影响是非常大的 2020年5月21日 苏州市巷城区人民法院 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判决认为 被告人李鹏某等人 借民间借贷之名 实际上通过在合同中 故意设置苛刻的违约条件 肆意认定违约 并以卖车厢威胁的手段 对被害人形成心理强势 进而被迫交付钱款 细以威胁为主要手段的敲诈勒索罪 也是一种典型的套路贷犯罪 两高两步 关于套路贷刑事案件入缸问题的意见当中 明确规定 套路贷呢 简单来讲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假借民间借贷之名 而行诈骗或者是敲打勒索 这种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支持 判决还认为 李鹏某 李双某等人 采取秘密拖车 以转卖车辆相威胁的方式 强行索要款项 在一定行业内 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 这团伙其他人员就以闲楼纹身 穿着大金箱链 以及多人道赏的方式 对被害人进行威胁 那么被害人因为害怕 他们这种一种势力 被逼无奈而交付款项 那么这个贪火 他因为实施 或势力惯常实施的 这种一种敲打勒索的行为 那么我们认定 他就构成了恶势力 法院一审判处李鹏某 有期徒刑12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 判处李双某有期徒刑10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 其他几名被告人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至6年3个月不等刑期 2020年10月26日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判决 维持了李双某 李鹏某等几名 主要团伙成员的刑期 李鹏某为主的犯罪团伙 也是苏州市相乘警方 近几年打掉的 套路带团伙之一 2018年至2020年年底 苏州市公安局相乘分局 共打掉套路带犯罪团伙8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62人 破获案件212起 查扣涉案资金2300余万元 根据公安部 近往2020专项行动部署 我局将继续保持 在新形式下 对利用信息网络等手段 实施套路带犯罪的 严打高压态势 并深入推进源头治理 套路带犯罪具有很强的 隐蔽性和迷惑性 而且他们随时销毁证据 给被害人的维权和警方的侦查 都造成很大的难度 如果仅仅只有张先生 一个人报案 很难查实他们的犯罪行为 但180多笔贷款 竟有160多人违约 也正是这么高的违约率 让他们的套路露出了破绽 2020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修正案11审议通过 非法催收高利贷的内容 被写入其中 扫黑除恶 进入常态化运行之后 套路带犯罪更将无处遁形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 再见